中華隊 在超級懸環賽的第二場比賽 以2比1擊敗了菲律賓 先方投手吳宥辰 七點一局好投 還有打線在六局下幫忙 確定要在十二月十號 闖進到最終的冠軍整把戰 剛聽到球迷的加油聲的時候 會很振奮 但是告訴自己 一樣把球往好球袋丟 然後相信守備 然後配球也都交給捕手這樣 七點打得比較緊張 但是沒有掌握好那個時間 那當然在 右層的壓制下 那最後還是有找到 空隙 打回兩分這樣 那冠軍賽的對手就是我們 非常熟悉的日本隊了 明天要再一次對上他們 那日本隊其實他們的實力 非常堅強選手們也有提到 明天一定要盡全力搶下勝利 我們的團隊 然後打擊或是防守 或是投手 我們應該是台灣最厲害的選手這樣 然後他們都表現得很好 然後我不覺得我們 再一次對他們的話會輸 不如說讓他們贏兩場 真的是不行 所以他們先贏了 現在就後面了 中華隊要尋求亞錦賽對死的第六關 同時也要挑戰二連霸 希望中華隊加油 聽台灣 挺台灣 以上是張柔甫 林淳沛 在台北大巨蛋的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莊雨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